曾經他跟王劍民一樣 是台灣球迷每天熬夜早起看球的動力 即使一次次的開刀依舊能御火重生 也有一顆顆招牌的火球三陣大聯盟的強打者 回到台灣後他不僅將旅美的經驗傳送給年輕一輩選手 還將自己的侄子親手送到美國職棒體系 開始斜槓人身後拍了Youtube上了綜藝 最近更是獻出了自己的電影處女秀 今天就來看看郭鴻志如何從站在大聯盟頂點的不死鳥 轉變成大螢幕中的中港之龍 哈囉大家好我是熊彩小編AKA胖爺 郭鴻志出戰於台南 在父親的鼓勵下小學就開始打棒球 並且早早就展現他過人的天賦 除了拿下全國染色哨棒冠軍 還代表中華隊奪冠 國中的時候開始進入叛逆期 時常翹訓練跑去打電動 還好在教練們的苦口婆心勸說下回到球場 並沒有浪費他那與生俱來的天賦 更專注於在球場的郭鴻志 完全主宰了秦少棒 面對美和的王牌沈玉傑 單場狂標13次三陣拿下冠軍 高中的時候他的最快球速就可以來到152公里 加上左頭的優勢吸引了不少國外的球攤 當時剛簽下陳金鋒的洛杉基到齊 為了拓展台灣市場端出了125萬的美金的簽約金 吸引郭鴻志加盟 一心嚮往更高的殿堂他 毫不猶豫選擇答應旅美 但是在集訓期間 私自離隊引發了不小的爭議 甚至一度被國家的隊署名 也是當時赫赫有名的郭鴻志事件 獨自在美國打拼的郭鴻志 受到稻齊的青睞 跳過新人聯盟直接從1A開季 首場先發就會繳出3局7K的載智力身手 但因為高中時的過度使用 郭鴻志在這場比賽後 就被檢查出左手軸韌帶斷裂 必須接受長命將手術 接下來的4年他動了3次的手術 雖然商業輔助後都能繳出不錯的表現 但頻繁進出上面名單 讓稻齊選擇在2004年將郭鴻志讓渡 由於沒有球隊接手 他僅僅是被移出了40人名單 讓郭鴻志有繼續在稻齊體系效力的機會 這一次維持健康的郭鴻志 向球團回報了他們的決定 44年一局的投球就三陣了86個人次 9月的庫邊 郭鴻志成功登上大聯盟 如果扣掉復健的時間 其實郭鴻志只用了一年 就登上了最高殿堂 2006年9月9日 郭鴻志先發出戰大都會 最快球速逼近160公里 搭配曲球跟滑球 讓Jose Ries、David Wright等球星一籌莫展 總計5局7K50分 漂亮拿下大聯盟的首勝 隔年都在大小聯盟之間載服載成 中間也大手傷不斷 不過他轟出了台灣球員 在大聯盟的第一支拳來打 因為平凡的傷病時 何不聞念的控球 到期決定將郭鴻志轉為中繼投手 在Johnson Broxton關門前擔任布局投手 沒想到這個調度 讓郭鴻志來到了生涯巔峰 締造開季連續36打席 沒有被佐達者敲出安打的恐怖紀錄 季中也成功地補Jason Hayward入選明星賽 整季拿下21次中繼和12救援 防御1.20刷新的對死記錄 這個紀錄直到去年才被Evan Phillips超越 本以為郭鴻志還能再創高峰的時候 他卻換上了頭球11陣 成績大幅下滑遭到到期隨手放棄 沒有合約他 睽違多年接受中華隊的徵招 參加第三屆WBC世界棒球經典賽 讓台灣球迷終於看到 王健民加郭鴻志的大聯盟組合 雖然順利晉級複賽 但是郭鴻志在對韓國的比賽 愛了江振浩的逆轉兩分炮 瞬間被一日球迷噴爆 就在並拜東京後 不同於王健民持續屢美追猛 郭鴻志選擇回到台灣 讓童醫師不惜放棄三個手輪籤 也要拿下他 回到台灣後的郭鴻志 強化上下肢的力量 很快就找回動輒150公里的球速 但隨著年紀的增長 5年內又動了4次的手術 最後在富邦的不和諧秀醫師7分鐘 結束了自己傳奇的球員生涯 卸下球衣後的郭鴻志 在台南開設了健身房 並且協助外甥林鎮偉 用科學的訓練方式 增強控球與球速 最終林鎮偉也成功地與紅雀簽約 未來也有機會跟著舅舅的腳步 站上大聯盟的投手球 有一次媒體的崛起 不少運動員在卸下球衣後 都當起了Youtuber 郭鴻志希望能多多利用自己的影響力 來幫助基層棒球 自然跟上了這波風潮 加上風須幽默的性格 讓他的頻道成長迅速 也成為了郭鴻志運動發展協會 去年也跟我們球冠軍合作 開啟了2022體育捐贈之旅 將球具贈送對偏鄉 資源不足 又同時對棒球充滿熱情的小朋友 利用自己的人脈 組成一個公益教練團 教導孩子不要太好高誤怨 即使站在頂點的大聯盟球星 也是透過無數次的基本練習 才能到達現在的水準 希望能幫助台灣培養更多的棒球好手 關懷基層的同時 也參與了綜藝節目 《實境秀》 最近更是參與了電影 《我最愛的笨男人》 在裡面飾演一個 講究江湖道義 兄弟義氣的中港之龍 第一次接觸電影的郭鴻志 雖然是外行 但是棒球員的經歷 讓他知道 不管做任何事情 都必須全力以赴 包含裡面的武打動作 和地皮式的演繹 讓同為男主角的 范逸誠和導演 監製 都不敢相信 這是郭鴻志的電影處女秀 其實不只郭鴻志 包含日值前球星 長倒一帽 也在單初球場後 成為一名出色的主播 主持人 演員 職棒退的Youtuber先驅 方長勇 曾經成泰三門柱的徐竹健 籃球場上的哈孝遠 都是在退役後 成功靠著自己的努力 或是新媒體潮流 找到自己事業的第二孫 但在球員工會理事長的周志祺 曾經就有說過 職業選手到了中年 就面臨失業 退休的時間點 比一般人早了很多 提早面臨人生的下半場 所以 理財 學習第二專長 就顯得特別重要 因為 就算離開了球場 社會 也是另一個賽場 9月8號 我最愛的笨男人 正式上映 想看郭勇之的精湛演技 請記得手刀強標 到訂閱 大力支持 以上 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啦 你認為郭勇之的生涯 哪一段 是令你最印象深刻的呢 歡迎在下方留下 你的想法 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我們下一部影片 再見